好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要介紹來做電動玩具裡面的一個寫量表 大家看中間的這一個就是一個所謂的gauge 就是量表 這是圓形的喔 那左右這兩個是直線型的量表 圓形的這個量表他其實轉了總共 轉了270度 這個0到100的刻度裡面他轉了270度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用mapping的觀念 那在scratch裡面呢 沒有所謂的mapping的公式 那我們要自己去做 這種mapping就好像是 我們攝氏轉華氏的一種計算方式 那怎麼做我們先來下載 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 這一張圖是已經做好 這個可以用escape做 這也可以 下載好了之後我們把它匯入 把gauge這個匯入 再來第一件事我們要做一個變數叫做輸入尺標 然後我們把尺標的 大小範圍設定在0到100之間 然後我們轉動0到100了就可以讓他從0到100之間做角度的切換 好那第一個我們現在做 畫一個箭頭那老師這邊不要用畫的 老師直接從裡面抓好 那我們再轉一個 向上的箭頭 好這個時候呢 向上因為scratch裡面內建的他是向右 向右是正面 所以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我們一定要先把它轉成向右 對準 轉動中心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轉動的中心 然後我們把它拉長距離變小 好然後我們把它歸零 我們把它的位置歸零 這個也是要歸零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 一個中心點要歸零 第一個我們先讓他來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讓他面向右邊90度這邊 他是不是真的在90度的位置 然後我們把面向0度的位置 是0度 那我們把面向 這邊的角度 好面向這邊角度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Gage上面的這個0度 好這時候我們先 做初始化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讓他 轉動的角度呢 配合這個尺標 這個呢 的Gage其實他是從 互135度到135度 我們試試看 是不是 所以他這兩這個總共 總共的刻度總共是270度 那在270度的範圍裡面 我們要跟100度的 指標做配合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跟我們做那一種 所謂的 這個 溫度計很像 溫度計他其實就是內用那種類似內插的方式 線性 內插的方式 好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邊已經畫一張圖 這個 0到100就是剛剛老師這邊 指標 好 好 那-130到135呢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的這個尺龜 那這兩個如果要做轉換 第一個你要先算出 好這走一步 這個 圓形的那個尺 龜是走 2.7步 為什麼呢 因為他 這邊有100個刻度 那這邊有270個刻度 那比例就是2.7 也就是說紅色走一步 黑色就要走 2.7步 現在這個是 指標 那我們來算一下 剛剛的那個命算值 就是說 我們要把 起點 -135 加上一個 2.7 因為他總共 跑了 2.7倍的距離 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 輸入的指標 那這一個值呢 這整個值就是 轉換的刻度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一個 轉動的刻度 這個轉動的刻度呢 我們可以把它設成 轉動的刻度 就設成 好 輸入指標的一個轉換 那這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呢 五線循環 轉成什麼 轉動的刻度 這樣就 大功高層 好 有沒有 好這就大功高層